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6276亿美元 比2023年的5268亿美元增长了19.1% 此外,第四季度销售额为1709亿美元 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17.1% 比2024年第三季度增长3.0% 2024年12月的全球销售额为570亿美元 比2024年11月下降了1.2% SIA总裁兼执行长John Neufer表示 全球半导体市场在2024年 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销售额年份 年销售额首次超过6000亿美元 预计2025年市场将实现两位数增长 行业的长期前景非常强劲 从地区来看 每周44.8% 中国18.3% 和除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亚太其他地区 12.5%的年度销售额有所增长 而日本负0.4%和欧洲负8.1%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12月份的月度销售额在每周增长了3.2% 但在除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亚太其他地区负1.4% 中国负3.8% 日本负4.7%和欧洲负6.4%有所下降 SIA指出 随着全球半导体销售的增长 预计到2032年 美国国内晶片制造能力将增长三倍 2024年 几个半导体产品细分市场表现突出 罗技产品销售额在2024年达到2126亿美元 成为销售额最大的产品类别 记忆体产品在销售额方面位居第二 2024年增长了78.9% 总额达到1651亿美元 DRAM产品销售额增长了82.6% 是2024年所有产品类别中百分比增长最大的 在DRAM市场 由于IT技术产品需求疲软 以及中国企业供应增加 预计价格下跌趋势将持续到今年下半年 尤其是伺服器DRAM的价格下滑将较为明显 而去年该类产品的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据市场研究公司AMDIA2月上旬称 预计个人电脑、伺服器和行动装置 用DRAM的价格至少在今年第三季度前仍将持续下滑 具体来说 预计上半年降幅在10%左右 下半年降幅在5%左右 由于去年半导体需求低迷以及供应过剩 旧款半导体价格下跌 今年不仅DDR4 而且最新产品DDR5的价格也在下跌 Ondia预测 64G伺服器DDR5的价格将从去年第四季度的270美元 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248美元 第二季度将降至228美元 有观察认为该产品价格在第四季度可能跌至200美元出头 中国厂商计入DDR5市场 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主要记忆体公司也都在减少第一季度的出货量 因此预计整体DRAM市场必然会出现萎缩 三星电子在1月底的业绩报告中表示 对于行动装置和PC而言 客户的库存调整预计将持续到第一季度 对于伺服器而言 由于GPU供应受限 部分资料中心客户的任务正在延迟 这导致记忆体需求被推迟 记忆体业界高度关注下半年 DRAM市场是否能反弹 预估至下半年价格仍将持续下滑 需求端库存调整时机与出货量回暖 有望成为DRAM市场反弹的关键 由此可见 三星除了DRAM面临需求下降 前段时间 三星最初计划在Galaxy S25中应用Exynos 2500 但由于良率问题而延后量产 最终 三星Galaxy S25就只能配备的是高通Snapdragon 8 Elite处理器 在1月举行的2024年第四季财报会议上 三星表示 由于错过了旗舰级SoC的上市时间 该部门的整体亏损还将持续 而这里说的旗舰型SoC 指的就是Exynos 2500 由于三星Galaxy S25系列 因Exynos 2500 SoC存在良率问题 全球范围内采用了高通骁龙8 Elite晶片 三星为避免在晶片领域再次受挫 加大了对Exynos 2600的投入 据韩国媒体The Bell报道 三星新一代自研行动处理器 Exynos 2600将采用自家的2奈米制程SF2代工 是生产良率可观 高于内部预期 三星正投入大量资源 以确保其按时量产 该公司计划在下半年进一步稳定 Exynos 2600的量产工艺 为后续量产奠定了较好基础 明年1月登场的Galaxy S26系列将首发搭载 如果计划顺利实施的话 Exynos 2600将是行业内第一款2奈米晶片 具体来看 报道已用知情人士的说法表示 Exynos 2600的研发已经步入轨道 最近在韩国一家后端处理公司进行了试产测试 量率达到了超过预期的30% 虽然上一代基于第二代3奈米的Exynos 2500的量产被延后 但Exynos 2600的量产又往如期进行 三星计划在2025年进一步提高2奈米粮率 以推进其Exynos 2600的量产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Exynos 2600采用的是三星第一代2奈米工艺SFR 是三星晶圆代工部门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推出的最新制成技术 采用第三代GAA技术 较第二代3G AP3奈米制程SF3 SF2在相同运算频率和复杂度情况下可降低25%功耗 相同功耗和复杂度情况下可提高12%运算效能 减少5%晶片面积 除了SF2 三星还规划了多个2奈米节点 包括SF2P SF2X SF2Z SF2A等等 其中SF2X SF2Z可面向高效能运算 人工智慧应用 SF2A可面向汽车应用 目前已知将采用三星2奈米节点制成的客户 只有日本Preferred Networks PFN和美国AI半导体公司Ambarella 他们将使用的是SF2X用于AI HPC和SF2A用于汽车 三星在财报会议中谈到2奈米节点制成的客户时指出 对于订单正在与行动HPC和汽车等各种应用领域的一级客户进行讨论 作为三星的竞争对手 台积电同样计划在2025年生产2奈米制成晶片 不过下半年登场的iPhone 17系列 无源台积电2奈米工艺 苹果最快会在iPhone 18系列上使用2奈米晶片 总体来看 鉴于基于SF2制成的Exynos 2600 预计将用2026年一季度发布的Galaxy S26智慧型手机上 如果良率优化工作稳定进行 该晶片最快将于2025年第四季开始量产 知情人士强调 三星晶圆代工部门和系统LSI部门 都在努力开发和量产Exynos 2600 如果Exynos 2600的量产 即Exynos 2500之后再次延后 那么不仅三星 韩国的代工生态系统也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因此三星电子现在的主要目标 就是为下一代旗舰平台 Exynos 2600 投入了大量资源 以确保其按时量产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